各位朋友好,現在中國人最關心的事情 肯定就是二十大習近平會不會連任 我相信無論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的人士 多數人都不希望他當選 都希望二十大之前或者是開會中間 突然出現一件大事,把習近平給拉下台 我今天就來講一講二十大這個話題 先說我的兩個判斷,再來給大家說一說 解釋一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判斷 我的第一個判斷就是二十大習近平會成功連任 會確立終生制,會登上九五至尊的地位 飛龍在天,他會進入這樣一個階段 所以我建議大家不要對二十大抱有什麼希望 第二就是二十大之後很快會出現一個拐點 很多大事情會發生,各種不利於習近平的因素會一起發注 各方面的反習勢力會一起動手 習近平的運勢會急轉直下,會進入抗農有毀的階段 下台的可能性很高,甚至送命的可能性都很高 所以大家不要因為二十大的這個結果而出現失望的情緒 先說一說,二十大習近平不會遇到麻煩沒有阻力 沒有太大阻力的這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突發政變兵變的這種機會非常的小 從北京時間10月9號開始,七中全會開始 所有的中共高層都已經聚集到北京了 也就是說他們已經完全處在習近平的控制之中了 北京是過去十年習近平最著重控制的地區 控制黨政大權的這個蔡奇 還有控制公安部隊的王小洪 中央警衛局的局長傅文化 這些人都是習近平的親信馬仔 還有北京衛戍區武警部隊中部戰區的司令和政委 這也都是習近平千挑萬選提拔上來的人 雖然不排除他們其中,也有反對習近平的兩面人 但是相對於其他地區的這些黨政軍警的主要官員來說 北京地區的習近平的親信的密度是最高的 他的力量是最強的 所以中共高層全部進入北京之後 他們所受到的監控是最嚴密的 這些人一言一行都會被監視 稍微有一點反習的舉動就會被控制 搞政變兵變的機會非常的少 第二個因素原因就是反習派利用黨內規則 去把習近平拉下台的這個機會也非常小 按照規則七中全會最重要的一個功能 就是產生二十大的主席團和主席團的常委會 這個常委會實際上就是二十大七千統治全國的最高權力機關 而且有權力提出中央委員會和中紀委的候選人 提出二十大的中央委員會的候選人 而這個七中全會它是一個完全封閉式的會議 外面完全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三百多個現任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 都被封閉在一個建築裡面 由忠於習近平的這些部隊 中央警衛局和公安部的特勤局團團圍住 任何人想在這個會場上面反對習近平 不僅他的聲音傳不到外界,而且還有可能被滅口 四中全會的時候就出現了這樣的事情 重慶的副書記任學峰就是對習近平不滿 最後他就莫名其妙的從七樓上面跳下去了 極有可能就是被習近平所謀殺了 跟這個四中全會相比,七中全會更加重要 所以習近平的手段只會更加的凶狠 所以七中全會習近平是有絕對控制權的 二十大的主席團以及主席團的常委會成員的名單 完全是由習近平一個人說了算的 那麼他控制了這個主席團和常委會 他也就控制了二十大的選舉 所謂的選舉,二十大的所謂的選舉 他的這個程序是這麼規定的 首先就是由主席團提出一個中央委員會的候選人的名單 那這個名單當然他是由習近平控制的嘛 他絕大多數人肯定就是習近平的親信 如果是有其他派系的人,少數人上榜的話 那也只是習近平做一做樣子 讓其他的派系有一種還沒有被趕盡殺絕的感覺 讓他們還有一絲的幻想 最多就是起這麼一個作用 然後由這個新產生的中央委員會再去選舉政治局的成員 政治局的這個候選人 他在過去在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的那個時期 他是由所有的中央委員200多個 一起來集體推舉的 他們是把這個所有符合資格的這些人 把他們名單全部列出來 然後讓每一個中央委員在名單上面畫圈圈挑選自己支持的人 最後把這些結果匯攏上來 再由最高層來確定最後的結果 可以說過去他還有一點點選舉的成分 至少他是各個派系維持平衡的一種結果 但是19大習近平把過去的規矩全部改了 中央委員沒有機會再畫圈了 沒有資格畫圈了,而是習近平一個人面試所有那些符合資格的人 然後由他一個人確定誰能進政治局 最後也由他一個人來確定誰能當政治局的常委 這一次也是走的這個程序 按照這個程序其他的派系根本沒有挑戰習近平的機會 總之只要是中共的高層全部都到了北京了 無論是走黨內的程序還是行非常之勢搞政變兵變 在七中全會和二十大期間可能性都非常非常的小 當然了政治它是可能的藝術 政治中不存在百分之百的確定性 有一些意外的情況雖然實際上發生的這個機率很小 但是理論上還是可行的 比如說七中全會期間如果是發生了某一個高層人物 他這個對習近平極其不滿 他在近距離接觸習近平的時候 突然對習近平痛下殺手這種理論上是可能發生的 希特勒當年的這個保安也很嚴密 但是他也遭到過高級軍官的刺殺 後來活下來了那純屬是僥倖 還有韓國的獨裁者朴正熙當年也是遭到刺殺了 就是他的一個親信叫金載龜的情報局長把他給刺殺了 習近平理論上也有可能遇到這樣的突發狀況 他的親信也有可能突然跟他翻臉 對他這個進行無情的打擊可能性存在 另外如果是反習派當中有一些自謀過人的人 早就提前布局好了趁北京在開會的時候 鼓動民眾上街抗議 然後讓這個抗議的規模迅速的擴大 形成全國性的抗議浪潮 讓全國這個軍心動搖 這也可以打亂習近平二十大的部署 但是所有這些可能性要他們變成現實 機會是非常小的 比如說反習派的高層 當他們都在北京處於習近平控制之下的時候 要他們發起政變或者是兵變 或者是引爆民變都需要很大的膽量 需要很高的智慧 膽量需要大到捨生忘死的地步 智慧要高到高深莫測的地步 才能夠做這些事情 但是反習派當中大家看一看 有幾個人有這種數字 團派的人多數都是膽小如鼠的 紅二代的頑固子弟居多 還有江派雖然有一點能力 但是他們總是有一種投鼠忌器的心理 生怕習近平倒了之後整個政權隨之垮台 同時習近平也不斷地在給他們上迷魂藥 給他們製造幻覺 讓他們覺得還有希望在二十大之後分享到一點權力 所以大家不要對二十大抱有什麼希望 那麼二十大之後呢,局勢我認為會發生突變 所有的矛盾都會超過臨界點 所有人的怒火都會忍不住爆發出來 一切都會在短時期之內爆發 我來給大家盤點一下導致二十大之後突變的一些重要的因素 第一個因素就是經濟因素 經濟崩盤肯定會浮現,很快就會浮現 實際上今年已經是嚴重衰退了 今年第二個季度官方公佈的增長數據只有0.4% 大家都知道官方數據是有很大水分的 實際上應當已經是復數了,已經是倒退了 那麼導致這個負增長的因素 今後還會繼續存在 你比如說國際經濟現在是整體的動盪了 國內的這個動態清零這個政策影響了經濟 但是這個政策還會持續下去 還有供應鏈還會持續的向東南亞轉移 再加上房地產行業現在基本上已經完了,回天乏數了 只會越來越差,那麼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就會大幅度的縮水 所有的省級政府今年都已經去年就已經入不敷出了 那麼國家整體債務水準現在已經接近了GDP的300% 這超過了世界上所有的大的經濟體 過去的那些舊的不利因素繼續存在 還要加上兩個新的特大不利因素 第一個就是美國又擴大了對中國高科技出口的管制 美國禁止了,就在前幾天禁止了所有國家 向中國出手任何含有美國技術的芯片製造的設備 這等於就是要把中國的這個高科技行業往死裡打呀 那第二個就是美國的這個聯邦儲備局大幅度的升息 幾次升息,這就導致了美元大量回流美國 導致人民幣貶值 中共為了應付這種經濟危機已經用盡了所有的辦法了 現在已經是這個權利盡窮了 那麼經濟上的下滑崩潰,這就導致失業率會急劇的上升 今年6月份的時候官方公佈的這個年輕人的失業率 城鎮年輕人的失業率已經達到20%了 只差一點點了,那麼農村的就會更多 今後的失業率會更高 那麼在中國這麼一個沒有社會保障的國家 這種失業率就等於是大規模民變的動力 那麼這種民變什麼時候會開始呢? 我認為隨時都有可能 那麼最有可能的就是明年二、三月份春節過後 那個時候沒有上班的人心裡面會特別的焦慮 收入降低的人會特別的難受 民眾的情緒會特別容易爆發 經濟危機最容易在那種時候轉化為政治危機 那個時候就會爆發全國性的民變 這是二十大之後習近平會遇到的第一大麻煩 民眾會上街 那麼第二大麻煩就是普京倒台之後的這個連鎖效應 我在九月十一號的時候曾經做過一期節目 談到烏克蘭的情報局長的預言 他說今年年底會結束戰爭,就是打敗俄羅斯 當然戰爭跟政治一樣也存在著不確定性 但是很明顯的這一場戰爭 那是烏克蘭在北約的支持下已經占據了絕對的優勢的 他掌握了戰爭的主導權,所以這個情報局長所說的這個預言 實際上就是北約的戰爭計劃 如果不打核戰的話,年底之前烏克蘭收復全境 這種可能性非常之大 而且可能還沒有等到烏克蘭收復全部的領土 只要再打幾場大勝仗 俄國的高層就會知道大勢已去了 就會主動的把普京給推翻 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夠挽救俄國 如果是普京發動核戰,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他就死得更快了,可能會被北約斬首 也有可能會被自己人幹掉 那麼戰爭剛剛開始的時候 還有很多的專家說將會是一場持久戰 現在大部分人都不這麼說了,都說普京要完了 普京完蛋之後,全世界的這些強國都會回過頭來 集中力量來對付中共 對習近平的這個國際壓力會空前的增強 另外,普京完蛋也會讓習近平微信掃地 大家會認識到他當初跟普京聯手 說什麼中俄友好上不封頂,在國際上還處處的維護普京 不准大家譴責他,根本就是一種弱智的行為 大家都會意識到習近平失策了 這個時候國際壓力會轉化為國內的壓力 尤其是中共的這個軍隊不會再相信習近平了 他們覺得習近平在國際政治上就是個白痴 如果是他們跟著習近平走的話 軍隊遲早會遭殃,會被他帶入死地 就跟現在俄羅斯的軍隊一樣 那麼另外,中國的民主派過去一直是挺烏克蘭的 那麼烏克蘭勝利了 那麼他們在民眾當中的這個影響力肯定會增加 他們的信心、他們的士氣也會大幅度的增長 很多人這個時候就一定會開始鼓動顏色革命了 大家看一看過去大半個世紀 這個世界的歷史、各國轉型的歷史 就會發現有這麼一個規律 就是一個專制政權倒台之後 往往會引發一連串的跟它相似的政權跟著倒台 普京倒台之後也會出現這樣的連鎖反應 敘利亞、還有委內瑞拉、還有什麼伊朗 這些獨裁政權肯定會倒 習近平也很難逃脫被連鎖反應的命運 這是第二大麻煩,就是國際、國內的民主力量 會集中力量來反習、會鼓動顏色革命 第三大麻煩就是來自中共權貴 二十大之後,他們的僥倖心理就會徹底的幻滅了 他們會看到習近平把兩個核心寫進新的黨章 也就是通過這個來確立他的終身執政的地位 然後會看到習家軍會佔據大部分的重要職位 其他的派系要不就是全部被掃地出門 要不就只是一個擺設 大家會明白如果再不反抗的話 今後只能任習近平宰割了 不僅會失去政治上的權力 還會失去龐大的經濟利益、龐大的財富 甚至還會被關進秦城監獄,甚至會丟掉性命 所以二十大之後他們會明白自己已經沒有退路了 已經被置之死地了,必須拼死一搏才有生存的機會 那個時候這一群懦夫就會變成勇士 就會去跟習近平拼命 習近平他會登上權力的高峰 但是他的個人威望會跌到谷底 看起來他是大權獨攬,實際上他是變成了縱食之地 到那個時候黨內只要有一個有影響力的人 登高一呼反習打倒習近平 不僅所有的反習勢力會紛紛響應 甚至是中間派也會加入反習的隊伍 甚至是習家軍的一部分人看見大事不妙 也會倒戈相向 這就是中國古代的有一部賓書六套當中 所說的一個政治原理叫做善天下之利者天下害之 就是你把過去大家共享的權力都收歸自己所有了 那麼你就成為所有人的敵人,大家就要一起來消滅你 習近平現在的這個處境和袁世凱當年很相似 袁世凱在他稱帝之前到處都是給他唱戰歌的人 勸勁表啊,那是滿天飛,一片萬名擁戴的這種景象 而且當時袁世凱他擁有最強大的軍隊 北洋軍就是他的子弟兵 所有的這些北洋軍的將領都是袁世凱一手提拔的 袁世凱他不僅僅是控制了中央的政權的所有的要職 而且還控制了絕大部分的地方上面的政權 但是袁世凱稱帝之後一夜之間所有人都站到他的對立面了 都是他的敵人了,因為他讓所有的人感覺到不安全了 你當了皇帝,那麼軍要成死成不得不死 大家就變成你的家成了,大家就失去這種安全感了 在共和制度下那種享有的安全感就失去了 所以當蔡厄在雲南那麼一個偏僻的角落,正壁一呼 全中國的那些軍閥,全中國的那些政治人物紛紛響應 幾個月的時間袁世凱的龐大的勢力就四分五裂了 自己最後也是心力交瘁,悔恨交加,最後一命嗚呼了 那麼二十大之後習近平也會遇到這種情況 遇到這種戲劇性的轉折 本來大家以前按照鄧小平所確立的那個所謂的集體領導制度 大家一起分張,一起快活,那多好啊! 你偏偏要來當毛澤東,要當金正恩 那麼其他的人隨時都有可能成為劉少奇 可能成為張承哲,就是金正恩的那個姑父被他犬決的那個 大家當然不願意接受這樣的命運,當然就會鳴鼓而攻之 所以說二十大之後好戲才真正開始,劇變才真正的開幕 大家拭目以待,還有中國民間的或者是體制內的 那些有政治圖謀的人,有政治雄心的人 大家該做好準備了,要迎接這個劇變了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感謝各位收聽收看 下期節目再見